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香港演播室 那我们请杭宇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台区市场 以及刚股的情况 杭宇你好 那马源今天呢这个内地市场开盘平稳 但我们相当市场呢今天有一些回吐 恒生指数开盘下跌0.66% 国指下跌0.84% 但现在刚开盘几分钟啊 这两个指数就跌幅迅速扩大 恒指跟国指现在都下跌3%左右 同时今天互股通路的资金净流 而港股通呢还是有小幅的资金净流入 当然在具体板块上呢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避险的板块走势比较强 比如说一些这个黄金股 还有这个白银的ETF 现在都是处于相互股市比较 这个受到投资者看好的板块 另外呢就是万科 万科H股呢 昨天大涨在A股跌停的情况之下 万科H股昨天上涨6% 而今天开盘万科H股是有一个小幅低开 跌幅0.1% 但现在呢这个又迅速反弹啊 现在升幅已经达到1% 目前暴在16.3%的水平 而今天其他的这个中资全种板块 普遍比较偏软 比如昨天这个上涨的板块 包括金融地产还有资源板块 今天目前来看都普遍下跌 另外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些个股 还有一些国际金融股呢 今天是同样下跌 汇丰控股开盘跌幅达到1.1% 炸打集团今天开盘也下跌 香港本地的地产和零售股 今天同样表现偏软 另外我们整个亚太市场来看呢 今天也是一个走软的格局 昨天美国市场修饰 而欧洲三大股指呢都下跌 今天亚太市场呢有一定影响啊 今天日本 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股市 现在都小幅下跌 目前跌比较强的是这个日经指数 下跌0.7% 韩元 好的谢谢韩语